总裁王文阳腾孙子出名 最近他出席音乐会 很骄傲说呢 他的孙子四岁 就会用这个钢琴来弹国旗歌 而这回说的孙子呢 其实不是儿子王权人 还有麻衣的小孩 而是他女儿王思涵的儿子 剩下两百亿的王思涵 现在带着儿子陪在王文阳左右 甚至呢 外孙比内孙还年 因为他喜欢去 国富纪念馆看那个卫兵 所以他就把国旗歌写下来 就他就会弹国旗歌 四岁耶 四岁四岁对 红仁集团总裁王文阳 出席慈善音乐会 聊起孙子 语气满是骄傲 即便是赶场也要寒衣弄孙 我今天早上去李廷飞的 那个告别师嘛 然后回家刚好 就是跟我孙子玩五分钟 就赶快赶过来这里了 他等一下会来 他妈等一下会带他来 王文阳女儿王思涵 罕见公开揉面 看见媒体难得没闪躲 点头致意 音乐会进行到一半 王思涵才带着儿子来 王文阳立刻抱抱 让孙子坐在腿上 身价超过两百亿的王家公主 王思涵离婚后 恢复单身贵族身份 更常陪着王文阳 王思涵的儿子 更是外孙变内孙 王文阳乐得有女儿和孙子陪伴 但王家家族纷争 还没完 王文阳的弟弟 王文祥喊话 要回台宿集团 王文阳似乎有点傻眼 对弟弟想回台宿卡位 暂时作弊上官 不过针对打了十年的 王家遗产官司 王文阳告了台宿集团 总裁王文阳等七人 设侵占 确定不起诉 王文阳还是吞不下这口气 强调不是争产 但经营之神王永庆过世多年 家族从财产分配到集团人士 依旧守各界关注